闺蜜甩了男友跟有家室的中年爆发户交往 我苦口婆心归劝 她说我见不得她好 后来我接到她的求救电话赶去酒店 却被当成小三次瞎眼睛 终身不能生育 她利用我被打伤的是把爆发户老婆送进监狱 成功上位当了阔太太 衣食无忧 而我则被父母抛弃 最后惨死街头 再睁眼 我回到了她求救那天 嘻嘻 快来救我 凌晨分手了还纠缠我 金老板知道岂不过要打死我 电话里杜烟急切的求救声 让我浑身血液沸腾 我没想到自己死了 还要被这个毒妇纠缠 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正在卧室的床上躺着 摸了摸眼睛 完好无损 身上也没有被殴打的痕迹 我猛地掐了一把大腿 疼痛让我找回理智 花了好久 我才接受自己重生的事实 看时间 正好是杜烟得知 那个爆发户老婆要来捉奸那天 她明明可以自己跑掉 却偏偏要把我骗过去 让我当她的剃死鬼 见我迟迟不开口 杜烟又开始卖惨 细细 你在听吗 我知道错了 都怪我财迷心翘 使人不清 以后我都听到你的 你现在赶紧来丽雅酒店2013救我 再不来我就要被打死了 她装得特别像 还时不时发出挨打痛好的声音 若非早知道 这是一场为我量身定做的阴谋 我现在已经在赶去救她的路上了 可此刻 我只觉得她演技拙劣 漏洞百出 毕竟如果真的生死关头 金大鹏会给她机会求救吗 更何况我只是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怎么救她 她不找警察 不找父母 偏偏找我 本来就有问题 奈何前世 我朱油蒙了心 被她耍得团团转 沉默片刻 我故意气愤地说道 法治社会 她竟然敢对你动手 你等着 我马上报警 让警察来救你 果然 听到要报警 她立刻就急了 不要 千万别报 可能是发现自己情绪太激动 怕我发现异样 她又开始打感情牌 我们是最好的姐妹 你忍心 让外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吗 好 你等我 我这就来救你 挂断电话后 我给凌晨发了酒店位置和房间号 并且附上一句 一二被她男朋友殴打 你先去 我待会儿就到 她很快就回复 算我有良心 匆匆赶去就欣赏人了 凌晨是杜燕的前男友 更是她的终极舔狗 哪怕已经发现她 投入了有夫之妇的怀抱 她也毫无怨言 反倒怪在我头上 说杜燕缺钱 我为什么不帮她 让她自甘堕落 跟老男人在一起 也不阻止 明明是杜燕棒上金大棚以后 删除了凌晨所有联系方式 她只能找我跟她的动向 最后还被杜燕倒打一耙 说是我们俩有一腿 现在想想真是好笑 我才是那个最冤的冤大头 而丽雅酒店 离我家只有两公里 杜燕还真为我着想 她好赶不及去当踢死鬼 这次我确实要去 去看她怎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故意多等了几分钟 我把杜燕跟我求救的录音 发给了她爸妈 让他们赶紧去酒店救人 晚了就被打死了 做完这一切之后 我才慢条斯理的起床穿衣服 客厅里在看电视的爸妈见我出来 脸色很难看 上个班真把自己当大小姐了 睡这么晚才起 没给你留饭 自己想办法 由于昨天通宵做方案 我没休息好 吃了午饭又看了会资料才睡 错过了晚饭时间 他们急不叫我也不给我留饭 把我当空气 我知道他们对我深恶痛绝 恨不得我马上消失 若不是我有工作能挣钱 并且上交 早把我赶出去了 前世我被殴打致残 在医院治疗期间 二人没来看我一眼 还收了杜烟的十万块 打印我的伤情报告 起诉金大鹏的老婆 最后金大鹏老婆被判两年 赔我五十万做后续治疗费用 他们立马拿着这笔钱 给我弟娶了老婆 而我没钱交医药费 被迫出了院 拖着残区回家 却被告知断绝妇女关系 让我赶紧滚 我无家可归 流落街头 冻死在那个行业 重来一次 所有害死我的人都得付出代价 我没搭话 反而装作很焦急的样子 爸妈 鸭被他男朋友打了 我们赶紧去救他吧 果然 我爸听到杜烟出事 立刻站了起来 姓林的吃了雄心豹子 胆胆打鸭 走 看老子不把他打废 我连忙说道 是他的新男友 年纪有点大 不过很有钱 爸 你可千万别冲动啊 他好落我一眼 让我赶紧开车过去 我妈也跟着着急 眉头皱成一团 在车上不断祈祷着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这孩子 怎么老是识人不清 我爸看着开车的我 脸色很难看 谁说不是呢 我们家就出了个败类 当初要不是你私底下 跟凌晨见面 他们会分手吗 你这个丧门星 我真后悔生了你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半白 但仍旧没有出声 这些年早已习惯了 被当初气筒 就连家里的酱油瓶倒了 都都怪我头上 还有什么不能怪的 很快我就会让他们知道 受气血包也有觉醒那天 赶到酒店楼层的时候 金大鹏正在和凌晨打架 杜烟在一旁劝驾 但效果甚微 他看到我带着爸妈来 脸色微变 不过很快眼里 闪过一丝金光 连忙拉我过去 嘻嘻 你快让他们别打了 我肚子疼 先去上个厕所 这是又想顾忌重施 制造不在场的机会 让我被即将到来的 金大鹏老婆误当小三 前世我接到杜烟的求救电话 顾不上自己的安危 鞋都没换 就朝他说的地点赶去 找到房间号后 砰砰的敲门 是金大鹏开的 我气冲冲的走进去 找了一圈都没看到人 于是只能质问当事人 一二呢 你把他藏哪去了 知不知道打人是犯法的 金大鹏搓着手掌 色眯眯的看着我 美人 先别管别人了 到我伺候好了再说 他五十多岁的年纪 又胖又丑 浑身还散发着老人味 我强忍着恶心 还想继续追问杜烟的下落 却被直接扑倒 我吓坏了 手脚并用的踢打他 或许是我斩扎得太厉害 他恼羞成怒 删了我一巴掌 装什么装 不是你说两万块就卖吗 林了给我装针结猎女 收了老子的钱想反悔 没有那么好的事 听到这话的我如遭雷劈 我什么时候收了他的钱了 难道这一切是杜烟的阴谋 他没挨打 只是为了两万块 把我给卖了 想到这里 我连忙解释 我没拿你的钱 放开我 你这样是犯法的 可他出耳不闻 在我绝望之际 门被人从外面破开 我以为是杜烟来救我 喜极而泣 结果出现的是一个 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 金大鹏看到 他被吓得屁滚尿流 连忙爬起来 我抓着被扯烂的衣服 赶紧说道 你 你是他老婆吧 他要强 话还没说完 一个结结实实的巴掌落 到我脸上 对方不管三七二十一 揪住我的头发 朝我破口大骂 你这小贱人 学什么不好 偏偏勾引我老公 花他一百多万不说 还窜多他跟我离婚 今天终于被我带到了 看我不弄死你 说完他抄起一旁的水果刀 就朝我袭来 正好扎在我的右眼上 顿时血流如注 剧痛让我差点昏死过去 然后是如此 他还不解气 吩咐手下狠狠教训我 我在地上跟死狗一样奄奄一息 但还是想要为自己辩解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我没有 金大鹏抛把杜烟供出来 一脚又一脚猛地踹我肚子 不是你是谁 花老子的钱还不认账 我弄死你 我全缩成一团 碰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酒店的服务员怕出了命 偷偷报了警 等警察来 那些人已经全部跑了 我被送到医院抢救 我把金大鹏老婆送进监狱 当上了阔太太 衣食无忧 这次我岂能让她如愿 于是围捂着肚子 那我们一起去 我也想上厕所 杜烟的眼神灵力了几分 可能是我没和以前 按照她说的做 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 不是让你一个人来吗 我把爸妈拉了过来 他们怕你出事也跟着来了 爸 你先看着压 我去上个厕所 说完我就快步离开了 这个是非之地 杜烟想借口离开 却被我爸妈一句 接一句关切地问候 抽不开身 他急得不行 一直在望着电梯口的方向 叮的一声 电梯到达了楼层 金大鹏老婆 带着几个男人凶神恶煞地走了出来 他静止朝金大鹏走去 一脚踹到凌晨身上 打什么打 还不跟老娘起开 说完又揪着金大鹏的耳朵 姓金的 你真是出息了 敢背着老娘出来偷吃 那女人呢 在哪里 今天你要是不说 老娘就废了你 我爸妈不是蠢的 他们直直看向杜烟 但没有问出来 甚至选择包庇 金大鹏下惨了 眼神下意识 撇向杜烟 他老婆犀利的目光落在杜烟身上 就是你 你个不要脸的东西 出来卖 还把你爸妈带出来 看老娘不打死你 还愣着干什么 给他点颜色瞧瞧 眼看着几个男人 就要上前打他 杜烟立刻大声解释 不 不是我 是我的好姐妹 她说自己被前男友纠缠 害得金老板打他 让我带叔叔阿姨来救他 结果我们来了 他就跑了 不过他没跑多远 就在那边的厕所里 现在去抓他还来得及 金大鹏的老婆 狐一地看着他 显然对他的说辞 持怀疑态度 我爸妈见状 也跟他捅一口径 是啊 一人说的对 是我那不争气的女儿 在外面乱搞 我现在就跟你们 一起去把他逮出来 做什么不好做小三 你今天就是把他打死 我也不会说半句不是 在暗处的我听到这话 心里对他们的 最后一丝 袭击也破灭了 我一直以为 是我被杜烟 刻意营造出了 坏小孩的形象 才让他们如此讨厌我 原来在明知杜烟 当了小三 被正式捉奸的情况下 他们仍就毫不犹豫 包庇他 还把我推出来当替死鬼 我假装上完厕所出来 一群人的目光 齐刷刷朝我看过来 杜烟立刻指着我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既然当破坏 别人家庭的第三者 现在人家正式找上门来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爸也跟着附和 大姐 就是他勾引你老公 我没有这么不知廉耻的女儿 你想怎么教训他都行 金大鹏本人也指着我 老婆 就是他骗了我 是他勾引我 不关我的事啊 他老婆信了这些人的话 朝我目录凶向 好啊 原来就是你花我老公一百多万 还穿多他跟我离婚 我立马打断他 有条不紊的说道 金夫人 你看我全身上下 有超过五百块的行痛吗 倒是污蔑我的女人 脖子上的项链 跟你的一模一样 手上的手镯和包夹起来十多万 谁是小三 难道不明显吗 杜烟急了 他奸身反驳 这些都是我爸妈给我买的 你不要血口喷人 你自己当了小三 还想把罪名推我身上 休想 这时候杜烟的爸妈赶到了 他爸冲过来检查他的情况 女儿 你没事吧 听说你姓金的打了 他老牛吃嫩草就算了 还敢打你 杜烟想打断他爸的话 被我截胡 在场还有谁姓金吗 杜叔叔 你们也知道自己的女儿 跟可以做他爸爸的老男人交往吗 他爸懵了 看中人的神色不对 这才发现自己说错话了 不敢再回答我任何问题 金大鹏老婆也算是反应过来了 他一把抓住杜烟的头发 一个小贱人 当小三不说 污蔑栽赃的手段也一决 这个项链可是老金送我的生日礼物 说独一无二 没想到你脖子上还有条一模一样的 老娘今天不弄死你就不信蓝 说着就猛地甩他耳光 打着他鼻青脸肿 我爸妈和杜烟爸妈 见状都上前去拉架 不是他 不是他 是江岑西这个小蹄子当的小三 你可别打错了人 我点台之前 杜烟发给我他和金大鹏的亲密合照 递到金夫人面前 这是他之前跟我炫耀 找了个又像爹又像丈夫的男人 发来的合照 金夫人的眼睛血亮 相信不会被这些包庇的语言蒙蔽双眼 这可彻底把蓝会激怒了 他身材魁梧 又高又胖 起码有两百斤 几个蓝他的人就像虾米一样 起不到任何作用 加上气狠了 吩咐带来的人把动态的人全打一顿 现场一片混乱 金夫人打毒烟更是吓了死手 我在一旁轻飘飘来了剧 烟 你怎么一直护着肚子 不会是怀孕了吧 他瞪着满是血丝的双眼 姜岑熙 你这个混账 我 还没骂完 就被金夫人按倒在地 猛踹腹部 我慢悠悠地拿起手机 录起了视频 我说金大鹏这个耸货 怎么敢跟我提离婚 原来是这样 我让你狂 让你栽赃别人 让你破坏我的家庭 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不要脸的娼妇 最后是酒店的主管报了警 才结束了这场闹剧 所有人都去警察局走了一遭 警察了解完情况后 对杜烟一家和我爸妈嗤之以鼻 他们还很怜悯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也想不通 为什么亲生父母会把孩子 推出去当踢死鬼 不过金夫人打人就是不对 被拘留了下来 其他人全都当夜释放了 出了警察局大门 杜烟他妈就冲上来要打我 我握住他的手腕 冷冷地把他甩开 怎么着 才放出来就又想进去了 他也怂了 毕竟警察局门口闹事他不敢 但仍然嚣张地朝我破口大骂 一二可把你当最好的好姐妹 你这么害他 良心被狗吃了 从今天开始 我们家跟你们家断绝来往 你这个恶毒的东西迟早遭报应 我无所谓的耸耸肩 要论恶毒 杜烟可比我毒上千百倍 你们明知道他当小三 还举双手赞同 给他出主意 怀上孩子就有机会转正 结果到头来被打了 又怪到我头上 简直不要太好笑 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回家后 我翻箱倒柜 找到我妈藏的银行卡 这里面是给我地存的取媳妇钱 大多数是我转的 如今我一个子都不会再便宜他们 我马不停蹄收拾了行李离开小区 跨区订了个酒店 先住了进去 刚洗完澡出来 手机就一直在响 打开来看是业主群的消息 平时这个群里都没什么人说话 今天突然望出九九家的消息 还有很多爱和我的人 网上滑才发现 是杜烟他妈在群里污蔑我当三 江家的江岑熙破坏别人家庭不说 还把我女儿骗过去 栽赃嫁货 现在我女儿被打进医院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你们可一定得看清 这时候就和几个混混同事交往 差点被退学 现在长大了更加没底线 好去当三 老都他老婆 你女儿被冤枉了 怎么不报警啊 把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抓进去 江岑熙别给老子当嗦头乌龟 你害我女神被打 赶紧滚出来说句话 你们都别说了 他本事可大着 是他激怒对方的老婆打的我女儿 他没动手 根本不能把他怎么样 我现在唯一的冤枉 就是他能出面 当着小区所有人的面 跪下跟我女儿道歉 老都他老婆 你也太善良了 这种人不用给他留面子 是我拼了命 也要让他付出代价 什么时候当三 还这么理直气壮 颠倒黑白了 这种人不得好死 骂完我之后 这些人又纷纷安慰杜燕他妈 让他别太难过 我这种人迟早遭报应 倒不报应的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这场游戏才刚刚开始 高中同时跟几个混混交往的 不是我 是杜燕 他东窗事发后 故意散播的消息 把黑锅扣我头上 我突然在群里冒跑 表示我不是三 杜燕才是 对然他怎么会被正式殴打呢 他们不信 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让我拿出证据 要是我还嘴硬 就联名去找物业 让他们把我这种 人间败类赶出小区 我无奈之下 只能把杜燕被打的视频放出来 金夫人嘴里说的话 验证了杜燕才是小三的事实 毕竟很多男人 都喜欢送老婆和情人一样的礼物 一些民事里的人 出来站在我这边帮我说话了 你们度假什么条件 做了这么多年 明居也都清楚 你女儿隔三差五 提着奢侈品回来 又没上班 经常打扮的花枝招展出去 没有鬼才怪 现在东窗事发了 既然冤枉别人 可见你们一家人是什么样 都不是好东西 我也觉得 人家小江天天朝九晚五 出去上班暗时回来 你没穿多好的衣服 哪有时间勾搭男人 当时老多他家那位 跟小江他爸走得近 我都撞见好几次了 可谓有其母必有其女 真的 我说江岑熙他爸 怎么对杜燕比亲生的还好 原来是这样 不只呢 我还看到他鬼鬼祟祟 从我们单元那个 中年单身汉家里出来 他还借口自己走错了 杜燕他妈引火烧身 不敢再说半句 而我则把他妈跟我爸 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 打包发给了杜明 并且告诉他 杜燕很可能不是他亲生的 如果他是个男人 就去查亲子鉴定 他接收了消息 但没回复我 这时候我妈打来电话 看来他是发现我离家出走了 如果真是这样 他们不会觉得半点可惜 最大的可能是发现银行卡不见了 不过我不准备这么快就跟他玩 挂断了他的电话 然后把手机关机 蒙头大睡 第二天早上 我爸妈就带着警察来了 他们说我偷了家里的钱 让警察把我抓起来 正好这俩人 就是昨天接管打家案子的 我也不想让他们难做 拿出转账记录 这些钱都是我存在我妈这里的 一共13万 现在他们把我赶出家门 我拿回我的血汗钱 应该不犯法吧 二人查看了我和我妈的往来转账记录 证实这些钱都是我自己的之后 以家世为由 让我们自己解决 他们离开后 我妈冲进房间 翻找着银行卡 你竟然敢把你弟娶媳妇的钱拿走 今天要是不给我交出来 我打死你 我爸看我的眼神也满含杀意 他嘴角和脸上都挂了彩 想必因为昨天群里一些人的话 我妈跟他闹了一通 然后是如此 他们还是齐心协力地报警 找到了我 我站在门口 双手抱毙 妈 我说你这么多年 对杜烟比对我好 原来早就知道 他是爸的女儿 他翻找的动作一顿 面目猙獰地走过来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杜烟是谁的女儿 我怂怂间 带着答案问问题 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你被我爸瞒了几十年 把我当仇人 推我出来当替死鬼 就该想到 我不会再和当初一样 为了你儿子的将来拼命赚钱 任何女人都无法接受 自己的老公出轨 更何况还在眼皮底下 他还把老公和别人的娃 当亲生的对待 想到这些 他面如土色 一巴掌打在我爸脸上 说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杜烟是你和陈慧莲的 对不对 经历了这些事 我爸也不想隐瞒了 或许对他来说 这个秘密公之于众 让杜烟跟陈慧莲离婚 他跟我妈离婚 他们两个有情人 就能如愿以偿地在一起 所以他握着我妈 想继续打过去的手 一把将她甩开 够了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任老猪黄又不会打扮 我多看一眼都嫌恶心 要不是你自觉 对央视如己出 我早跟你离了 还用等到现在 看看你生的孽障 跟你一个样 都不是好东西 我们离婚 现在就去离 我妈听了又急又气 她才不想这么大年纪了 还闹离婚 被人看笑话 于是连忙拉住我爸 阿德 我不是这个意思 多怪这个孽女 你赶紧让她把钱交出来 看她那卑微的样子 我嗤之以鼻 就知道她没有这么硬气 所以被怎么对待 都是活该 我爸推开她 又和她一样 进来翻找着银行卡 最后在枕头里面 找到了银行卡 扬言跟我断绝妇女关系 然后扬长而去 等他们去看余额的时候 发现卡一位密码 多次疏索被锁了 想解锁 必须拿着身份证去柜台 回去后又发现 身份证户口本 这些全都不见了 再给我打电话 我已经注销了号码 只能等 补办身份证才行 虽然我妈是个 为夫舍从的女人 但杜燕 她爸可咽不下这口气 她听了群里那些人的话 去扯了杜燕的头发 做亲子坚定 结果杜燕真不是她的种 看着不构成 父女关系的报告 她气得轻轻爆气 整个人身上 凝着无法言说的冰冷 我坐在一旁 突然出声 杜叔叔 想必你也无法相信 自己疼了这么多年的女儿 不是亲生的吧 不过就这么断绝了 关系多划不来 如果我是你 就给她掌护好人家 还能赚点彩礼 她用一种非常怪异的眼神 看着我 两久才到 我的家世和外人无关 你最好别出现在我面前 我笑了笑 当然有关系 我爸发现他 跟你老婆事情败露以后 要跟我妈离婚 和我断绝关系 好把你老婆和女儿接回去 你说你辛辛苦苦半辈子 到头来老婆孩子都跑了 都划不来 你不会以为 原谅他们就能当做无事发生吧 她的脸上终时出现了 又怒又恨的表情 然后冲到护士站 要求给杜燕办理出院 否则她一分钱都不会交 趁着杜阳去楼下 交钱的间隙 我进了杜燕的病房 推开门 就被她一个杯子砸过来 若不是躲闪及时 恐怕已经砸破了头 她瞪着满是血丝的双眼 朝我破口大骂 都是你害我 你老老实实听我的话 自身难保了 还在这嚣张呢 你不是你爸亲生的 至于到底是谁的种 还得问你那浪当妈 你肚子里的孩子被打磨了 金大鹏又不承认你们的关系 还要求你返还一切费用 你说说你该怎么办呢 她气得半死 但仍然不服输地朝我发起攻击 江岑熙 就算你赢了我 这次又怎么样 前二十多年 你可以一直活在我的阴影里 你一定很奇怪 从小到大你成绩比我好 长得比我好看 为什么却总是惹人厌吧 其实都是我的功劳 你成绩好 我就告诉老师你 和校外的黄毛谈恋爱 你长得漂亮很多人追 我就把你收到的追求信权都撕掉 并且告诉他们 你说他们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你被你爸妈宠成公主 我就故意带你去酒吧 偷放烟盒 跟避孕药在你书包里 还用你的名义 问你爸妈要钱 再买些又贵又没用的东西送给你 让你挨了无数次的打 到最后所有人都远离你讨厌你 你爸妈也以你为耻辱 把我当宝贝 没想到你这个蠢货 突然间长了脑子 把我害得这么惨 我一定不会让你好过 他以为他说 这些就能激怒我 让我生气暴走 但他想错了 对于一个经历过 真正死亡的人来说 这些根本不算什么 反倒是他 接下来的命运 必然是凄惨的 说完了吗 说完了就收拾收拾出院 一个三子没有资格在这养伤 杜燕不可置信的看着我 刚要开口中骂 他爸就回来了 直接把他从床上拽起来 满脸阴沉的 把人给带走了 就这样 才留了孩子被打的伤 还没恢复的杜燕 被迫出了院 杜燕没有把他赶出家门 而是给他找了个四十多岁 死了老婆的中年男人 双方谈好了三十万彩礼后 就被送了过去 这个男人以前是混道上的 有暴力倾向 他前妻就是被他打死的 但我还是担心 以杜燕这巧舌如簧的功夫 会把对方迷得团团转 到时候再利用他来对付我就不好了 我得想个法子 很快我就等到了送上门的契机 曾经很喜欢杜燕的小混混刘红 不知道怎么联系到了我 他说他现在叫楚红 是我们城市一家地产大亨的儿子 回了楚家十年 谈了很多女人 都还想着杜燕 问我杜燕的近况 想跟他再续前缘 我根据他的话查了一下楚家 发现他确实是楚氏集团 楚政天的私生子 因为楚政天的老婆死了 小三便带着儿子 恬不知耻尚未 而他的大儿子 也就是正式的儿子 成了被排挤和针对的女人 而以楚红如今的地位 想找到杜燕 简直易如反掌 过去了这么多年 他都对杜燕念念不忘 可谓是白月光的存在 要是他们两个搞到了一起 还有我的活路吗 越想越怕 我不能做以代弊 更不能让杜燕 用比前世更残忍的手段 把我害死 我想尽办法 马不停蹄地找到了 楚政天的大儿子楚昂 和他达成共识之后 商业了很久 然后回复楚红 杜燕嫁人了 对象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丧妻男 楚红没在理我 但以男人的想法来看 没吃到的屎都是香的 果然没两天就收到消息 说杜燕嫁的那个男人 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 被带走调查 楚昂说是楚红干的 目的就是想独占杜燕 我心里没底 因为他们两个臭味相投的人 勾搭在一起 对我来说 是致命的危险 哪怕已经跟楚昂制定好了计划 仍旧怕出意外 而杜燕也没想到 当初那个没用的混混 现在竟然是身架上 一处正天的儿子 于是使劲浑身解数 让楚红对他重燃救情 甚至说了我不少坏话 让楚红一定要帮他报仇 于是在黄标深陷 劳玉峰无法脱身的时候 两人光明正大的搞到了一起 没潇洒几天 楚红谈了个烂货的事 就被楚昂让人传到了他爸耳朵里 有钱人都注重名声 先不说杜燕一没身份二没背景 就拿他那当过小三流过产 还结了婚的魔幻经历 都不会让楚红跟他有半点关系 特别是楚红他妈铁了心 要让他儿子找个白富美结婚 于是联手停了他的卡 勒令他和杜燕分手 结果楚红像是背下了酱头一样 不仅不分 还借钱都要满足杜燕的一切需求 他妈只能亲自下场找到杜燕 让杜燕离开他儿子 结果还被杜燕狠狠嘲讽了一番 说他就是个三出身 还好意思瞧起别人 还说他没跟那个杀人犯领证 是被他爸卖过去的 他是不会跟楚红分手的 除非给他五百万 这可把楚红他妈惹恼了 就杜燕这种自质贫贫的女人 还敢狮子大开口 能小三上位 还让原配莫名死亡的女人 怎么会是泛泛之辈 不化而散之后 楚红他妈越想越气 为了杜绝后患 他找律师见到了黄彪 也就是杜燕现在的男人 说能让他无罪释放 前提是他出去后 把杜燕这个女人除掉 届时他会安排人送黄彪出国 在女人和性命之间 黄彪自然是选择后者 于是他出来后 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杜燕 结果刚好看到楚红送杜燕回家 在楼道亲热 等楚红走后 气急败坏的男人 发了疯似的抓住杜燕的头发 一把掐住他的脖子 力道之重 老子因为你差点吃牢饭 你却在这里 跟别的男人浓情秘义 今天我就废了你 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 杜燕吓得屁滚尿流 他没想到黄彪会突然出狱 还带着匕首要杀他 连忙为自己辩解 老公 你先别急 我是被迫的 真的 那个男人是楚氏集团 楚政天的儿子 我读高中的时候 他就纠缠我 失踪了好多年 摇身一变成富二代 他觉得当初没得到我 有钱了 就一定要让我做他的女人 你被抓也是他举报的 老公 你相信我 我怎么会做背叛你的事呢 黄彪果然动摇了 他能猜到 自己突然被抓是有人刻意为之 杜燕见状继续忽悠 老公 我什么都没有 只有你了 要是你都不信我的话 我还能依靠谁呢 他是个巧舌如黄 又特别会服软的人 三两句就把黄彪说的 忘了出来的证实 为了怕杜燕被别的男人拐走 他找杜燕拿户口本 当天就要去领证 这可让杜燕不知如何是好了 他本就是被杜燕三十万卖出去的 之前黄彪叫他带他去领证 被他巧妙的话解 拖延了时间 可现在就不知道怎么拒绝了 他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挽着黄彪的胳膊撒娇 那你之前答应过我 要把江层心里害惨我个女人给废了 还算数吗 当然 我们领完证 我就让他去见阎王 不行 你先杀了他 我再跟你领证 结果黄彪突然把匕首抵在他脖子上 你是想让我再去坐牢 然后跟你男人双送双飞吗 他吓得浑身发软 哭着摇头 说自己没有这么想 只是被我害惨了 才会想报复我 这时候楚红收到杜燕的微信求救 急匆匆赶了回来 看到黄彪用刀抵着杜燕的脖子 当即大吼 放开他 光天化日你想做什么 赶紧松开 不然我要你好看 杜燕也着急的朝他求救 楚哥哥 快救我 他要杀了我 不 楚红怎么舍得每人受伤出事 一脚朝黄彪踹去 二人瞬间四打到一起 两个都是恋家子 一时间不奋伯众 奈何黄彪手里有凶器 本来知道楚红是放他出来女人的儿子 不想对他吓死手 奈何这男人太嚣张 一边打一边说杜燕第一次是他的 还说杜燕 想他年纪大了 只有三分钟身上还臭得很 或许是楚红看出来 黄彪不敢拿他怎么样 更加嚣张 你这个废物也配得到鸯 老子给你三十万 你拿着钱对我有多远滚多远 否则我让我妈继续把你送进监狱 一辈子都出不来 他这才啼虎灌顶 想到对方跟他做的交易 让他解决杜燕之后 送他出国 但其实 这只是楚红母亲的一十二鸟之计 想明白之后 黄彪不再对楚红手下留情 把匕首狠狠刺入他的腹部 都怪你 要不是你老子会被警察盯上吗 还敢抢老子的女人 给我去死 杀红眼的男人不断舞动手里的匕首 直到楚红都没反抗的动静 他还没停 杜燕吓得脸色惨白 拔腿就跑 杀人了 杀人了 黄彪文言冲上去抓住他 你这混蛋 我花了那么多钱把你弄回来 这才多少天 你就给我戴帽子 还想利用这个废物除掉我 今天老子不弄死 你就不信黄 说着就一刀刺进杜燕的肚子 他两眼一翻 倒在了地上 黄彪还不解气 特别是看到杜燕脖子上的吻痕 更加上火 用力踢打着地上的女人 目击者报了警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 黄彪已经跑了 杜燕跟楚红则被送进医院抢救 我和楚燕从暗处悄无声息地离开 没多久 他爸就给他打来了电话 让他赶紧来医院 看他弟弟最后一面 我见他表情凌重 眼底还浮现几分悲哀之色 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些都是楚红自找的 他不死 死的就是我们 不过只是自保而已 他扯了扯嘴角 你以为我是在为那个废物伤什么 一个三的孩子也配让我去看 死了就死了 跟我毫无关系 最后我们还是去了医院 或许是他不想违背父亲的意愿 又或许他想亲眼看看 楚红他妈死了 儿子究竟有多崩溃 事实上 他妈确实悲痛欲绝 无法接受 一则因为有楚红存在 他才能顺利嫁给楚政天 成为名正言顺的楚夫人 二则养这么大的儿子 突然被人捅死了 凶手还是他放出来的 他无比后悔 可惜因果循环 他做的那些丧尽天良的事 最终也报复到了他自己身上 见楚样出现 楚夫人眼里充满了敌视和愤恨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害死我儿子 你这个狠毒的东西 阿红再怎么说 也是你弟弟 你怎么敢让人杀死他 明明什么证据都没有 罪魁祸首皇镖也服了法 但他就是把楚红的死 归咎到楚样身上 空口白牙的边出个罪证来 还抓住楚样要打他 我当然看不下去 这么个疯婆子在这发颠 于是把人用力推开 楚夫人 你平白无故 说他是杀人凶手 请拿出证据 否则就是污蔑 他阴侧侧地盯着我 你是哪里来的阿猫阿狗 敢这么跟我说话 来人 把他扔出去 住手 你儿子尸骨未寒 你就在这里找我麻烦 知道的 以为你爱子兴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想借机 把杀人的罪名给我安上 楚正天从ICU走出来 满脸怒涩 够了 吵什么吵 还不进去见他最后一面 楚样直接拒绝 我来是想告诉你 杀人凶手黄雕 就是二妈找律师放他出来的 目的是想让他杀了 纠缠在楚红身边的女人 朝他删去 毒妇 竟然是你害死红儿 从今天开始 给我滚出楚家 我没有你这么恶毒的老婆 楚红都死了 他在楚家也没有立足之地 毕竟当初就是用楚正天 对楚红的亏欠 才迫格进楚家门的 如今也没有留他的必要 杜妍没死 但医生说 失血过多 陷入深度昏迷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行 很大可能会变成植物人 杜妍听说了这件事 但没来看吗 还打了他老婆一顿 说有其母必有其女 他们两个都是人尽可福的东西 不值得同情 我爸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看到墙就是门口的我 他一巴掌朝我呼过来 走半边脸胡辣辣的疼 不过我并没有生气 反而扬起笑容 看你这么着急 多烟确实是你亲缘了 不过很可惜 他学他妈不知廉耻 四处找男人 最后被男人给砍了 现在昏迷不行 医生说要当一辈子的植物人 他养父对他不管不顾 他妈只知道哭哭啼啼 只有你这个冤大头了 别愣着了 快去交易药费吧 不然很快就要从ICU 转出来没命了 他气得够呛 呼吸都急促起来 手指着我 连说了好几个女子 我懒得理他 直接走人 楚药没了楚红 这个碍事的东西 回公司接手了家族生意 还给我打了一笔巨款 说是感谢费 其实我根本没帮到多少忙 这一切都是杜燕和楚红自作自受 不过谁让我爱钱呢 这个没钱就没尊严的社会 有钱才能挺直腰板 我买了套两居室的房 继续全身心投入工作 杜燕就这么死了 还一了百了 奈何他还活着 以至于谁出高额的治疗费 跟照顾他成了难题 都说酒病床前无孝子 他还只是个 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晚辈 杜燕怕连累到自己 跟他老婆离了婚 回老家县城躲亲近去了 陈惠莲被老公抛弃 女儿还成了植物人 把主意打到了我爸身上 他使出自己浑身解数 把我爸哄得团团转 脑袋一热 将家里的车卖了 给杜燕出医药费 我妈知道后跟他大闹了一顿 听说二人还打得不愤不重 结果没几天又和好了 我爸继续把家里之前的东西 往陈惠莲纳送 最后还偷了我妈 攒的一百颗黄金去卖 这下彻底把我妈惹恼了 他忍气吞声这么多年 我爸不仅不知悔改 还愈发猖狂 于是决定要给这两个 不知廉耻的东西一个教训 我爸如往常一样 炖了土鸡汤 往陈惠莲纳送 我妈把事先买回来的 白草库放了进去 搅拌均匀 看着我爸哼着小曲 提着保温和出门 眼底一片漆黑 一个小时后 二人白草库中毒 被双双带去了医院洗胃 他们以为洗完胃 就什么事都没有 但其实这玩意没有解药 都已经侵入五脏六腑 就算暂时捡回一条命 器官衰竭后也是死路一条 我妈因为故意图毒 被抓了起来 本来他跟我爸是夫妻 只要我爸出去谅解书 就什么事都没有 但我爸听了陈惠莲的 要起诉他 于是我妈从被带走后 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我弟哭哭啼啼的让我帮他 说他找了个女朋友 承诺明年就结婚 结果现在变成这样 他还拿什么跟人家在一起 看着他只顾自己 完全不管父母死活的样子 我就知道这个白眼狼 不值得一丝同情 虽然我从小到大 被磕带被压榨 被打被骂 但他可是被爸妈 捧在手心里的宝贝 结果到头来 一点良心都没有 还只想着结婚 我看他是脑科婚 这么个废物 跟他多说一个字都浪费时间 运气都蹭蹭往上涨 又过了一个月 我妈的审判结果出来了 被判了四年 明明他是这场婚姻里的受害者 却因为一念之差 成了最倒霉的那个 而我爸和陈慧连本 以为我妈被关以后 能双速双飞 结果因为一场房式感冒 导致身体机能下降 又发体内器官出现问题 双双住进了医院 又因为没钱交费 提前出院了 临走前医生认真告诉他们 这毒太霸道 又喝了很多 最多能活三五年 所以平时一定要注意身体 不能干重活 不能感冒 更不能剧烈运动 这下他们才真的愿意相信 自己中毒太深 才明白过来 我妈被判四年 实在不冤 二人不仅没有赚钱能力 还身患重症 每天都在数着日子过活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我爸求到我头上 那天我才下班 他突然出现在公司门口 吓了我一大跳 印象中他身体健壮 身材魁梧 短短一个多月不见 就瘦了几十斤 脸色发黑 毫无生气 他甚至不敢对我大声说话 希希 你回来吧 爸知道错了 你妈坐了牢 你弟弟和我都需要你 瞧瞧 需要我的时候 就这么低声下气 好像卑微到尘埃里 不需要我的时候 对我非打即骂 吼得我跟孙子似的 不好意思 我没你这么恶毒的父亲 你不肆无忌惮地 跟陈慧莲搞到一起 我妈就不会破罐子破摔下补 毕竟一开始 他就知道杜烟是你的妻女儿 还跟缺根筋一样 把他当祖宗虫 就看你跟他离婚 投入别人的怀抱 本来你可以为了你儿子 出去谅解书的 但你没有 那我何必要管你生的废物 行了 我跟你没话好说 警告你别纠缠我 否则我不能保证 会做些什么出来 最后 他灰溜溜地走了 而我一点也不同情他 又过了一段时间 他把家里的房子也卖了 因为要给杜烟交医药费 陈慧莲说他女儿一定会醒的 等杜烟醒了 他们就不会再会 这么非人的生活 结果这是被我弟知道了 冲到他家 去把他暴揍了一顿 你个老女人 既然骗我爸 把我结婚的房子卖了 那我以后冲天桥底下 可惜北风去吗 我打死你 要不是你我妈就不会进监狱 都怪你这老妖婆 他年轻力壮 打陈慧莲跟孙子似的 我爸去拉架也被打了 很快二人又进了医院 但这次他们不敢再告我弟 只能打碎牙齿和血吞 在我生之后的第三个月 楚漾给我发来消息 杜烟死了 就在一个小时前 陈慧莲得知消息跑过去 哭得稀里哗啦 然后毫无意外地晕了过去 那天的鸡汤 他吃得最多 毒也更深 当即就背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爸对他也是够痴情 花掉全部积蓄都要救他 但交钱的时候发现 卡里的钱被我弟转走了 打电话打不通 人也找不到 最后陈慧莲也死了 就留我爸一个人 无车无法 无儿无女 留落街头 而我因为工作原因调到了首都 再也没回过安城 一年后 在楚漾那里听到了 我爸死亡的消息 我并不伤心 也不惋惜 这些人都遭到了应有的报应 我该高兴 楚漾来首都 约我吃过几次饭 他有好几次想跟我表白 都被我打断了 我知道自己跟他跟楚家的差距 更不会想着 做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梦 我爸妈 杜燕爸妈 还有楚漾爸妈的失败婚姻都告诉我 也要轻易选择结婚 比起这看似完成人生大事 有人托付的幻梦 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日子